2017年到现在我也是服务接近7000 感官上的话应该是可以到实习 在我们这里住的 在武汉早到工作的大概是70% 就有一个同学 在我们这里接到婚 生了小孩 我姓熊 全名叫熊仁强 平时主要是扶着我们武昌区的人才公寓的运营管理工作 我们这个人才公寓从2017年 武汉有大学生百万工程开始 不对市场助力 只对毕业六年以内符合我们相关的路逐政策的大学生开放 我们分为长住和短住两种类型 所以七天短住一日 免费的 你们说哪里来啊 和我那个二宾 二宾 正好是放假 所以他们的审核资格没有审 没有审是在我们这边是住不了的 但是这个事情因为确实有特殊情况 你这两人在外面要安全 所以我担定责任 把你开始安排到我们这里面 明天早上你应该下来把你们的设施机也设计 房间里面设施一应俱全 单间的面积是44 标间的面积是55 二楼还提供共享厨房 一楼提供自助水坝 各类图书大概有1200多册 已经用设备 这都是共享的 可以免费使用的 感官上的话 应该是可以到实习 我给你说就是阿住表名下国居特别好 然后你看阿住表还有就是渡暑的地方 然后每天下午的时候都会在这看书 不定期的会有区域组织部 几相关部门在我们这里组织专场招聘会 礼店的话我们会做一个问卷 在我们这里住的在武汉找到工作的 大概是70% 参加过一次公考吗 参加过一次还参加过两次 从毕业就一直参加到去年 还是应该要放轻松的 不管是考业也好考文也好 首先一定要自信 你不能被旁边的人去影响 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 还没有线上的工作机制 所有的事情都要亲自跑 比方说报修啊 家里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 电话基本上就是不关机的 21年 22年 22年的时候 过春节 因为很多这个同学他回不去 在我们社区给他们开一个联欢会 写这个对联表演节目呀 他不能回老家跟亲人这个过节 但是在这个陌生省事里面 依然有人关心他们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俩人单身 住着住着就处成了男女朋友 大家聊一聊的时候 可能觉得这个男同学对某一个女生 有点好感或者有兴趣的情况下 我们帮忙在旁边这个悄悄编舞吧 端午节快了 端午节快了 主要是想到端午节了 还是能不能回武汉呢 要是武汉有五大愿意 说我读博士 我肯定回武汉 我们这个七天的免费住宿 从去年的8月27号开始私运营 到目前为止 我们接待的人数已经3000多人了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长寿公寓的 服务接近7000 偶尔会感觉到疲惫 因为毕竟来说我们面对的那个群体 它是比较大的 每一个人都会有各自的想法 我们是希望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让他们在这里住的 能够感觉到很温馨 把这里当做第二个家 能够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